第1956集 叶真 夏若雪美眸闪动 有不甘有不忍 他这段时间离开神级宗 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他希望有一天 自己不需要叶辰的守护 他不想成为叶辰的累赘啊 哼 好一个痴情的男子啊 玄机冷声笑了起来 看着叶辰用情置身的模样 心里反而有了决断 这家伙应该不是轮回之主 当年轮回之主和女皇尊上 有着无数瓜葛 他如果是轮回之主 不会对别的女人动心 玄机心思不断地闪烁着 灵台一片清明 给你机会你不走 很好 我就让你们做一对苦命鸳鸯 玄机收敛心神 刚刚他还很混乱 不知叶辰和轮回之主 有什么渊源 但现在看到叶辰如此维护 夏若雪 他却是决断了 就算叶辰是轮回之主 对别的女人这么动情 这对女皇来说 都是天大的背叛 罪不容束 大王破月剑 玄机晚剑破杀 如荒谷流星 沙破残月 一丝丝轻蒙蒙的光芒 从他剑身上炸裂而出 滚滚天荒地老的气息 欺人心疲 无比荒芜 无比凌厉的一剑 便是直斩叶辰 这一下 玄机没有了丝毫纠结 触手非常凌厉 毫不拖泥带水 剑气之强 比起刚刚的一剑 不知厉害了多少倍 好霸道的剑气 叶辰眼眸一缩 玄机的全力一击 果然是恐怖 就算玄机状态没有巅峰 但这一剑 依然有着逆天的威力 四处建设的剑光 在虚空里激荡着 仿佛破天的弩剑 星空之中 无数颗星球被剑光洞穿 成了流浪在诸天间的陨石星辰 这一招大荒破月剑 是真的斩破了星月 显出了无穷无尽的神威 赤尘神脉 开 凌风神脉 开 毁灭神道 开 面对如此恐怖的剑招 叶辰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仰天暴鹤 体内两大神脉的能量 全部炸开 顿时 叶辰的身躯上 冒出了无比璀璨的金光 宛如穿上了金色的铠甲 他手中 也是紧握着煞剑 毁灭神道气息 混合着灵霄武艺 狂然挥洒而出 叶辰挥剑杀出 和玄机的巨剑狠狠 碰撞在一起 在电光火石间 两人的剑锋 不知道碰撞了多少次 发出了一连串清脆的响声 周围的空间 在这剑锋碰撞间 不断地崩塌粉碎 一座座山峰 在剑气渔波的席卷下 疯狂炸裂湮灭 沦为了尘埃 两人的碰撞 简直是惊天动地 鬼神哭泣 而每一次 叶辰的身上便是 饱出一道蓄物 每一击 对叶辰都是重创 但是叶辰坚持下来了 他知道 自己要为下入血 争取时间 叶辰咬了咬牙 只感到阵阵强横的力量 夹杂着天神之威 不断地冲击着他的身体 他的赤臣神脉 不断承受着 玄机的剑力冲击 而凌峰神脉 也发挥到了极致 疯狂吸收着 玄机攻击的能量 但即便如此 叶辰也感到了 滔天的压力 浑身骨骼 都发出了 不堪重负的割支声 似乎随时都要断裂 虎口之处 也是直接崩裂了 流淌出了鲜血 叶辰咬牙支撑着 死死挡住 玄机的进攻 不让他伤害夏若雪 他第一次感受到 差距如天剑 他要变强 上界到底是什么地方 玄机就算是辅伤 也依然能爆发滔天的神威 剑盏星月 启动环宇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不是什么时候 我也能达到这种境界 在苦战的关头 叶辰心思却恍然明亮 仿佛远古时代 仰望星空的仙民 遥想着天神的威严 不 陡然 玄机一声冷喝 猛然加大了力道 狂暴的剑威 狠狠朝着叶辰冲击而去 叶辰张口吐出鲜血 身上的金光铠甲 瞬间崩碎离散 体内的血脉 也是剧烈震荡起来 似乎要撕裂 他整个人 直接倒飞出去 狠狠地掉落在 非洲的甲板上 狼狈不堪 蛤蛤蛤蜂蚁 只知道口头惩未否 玄机冷漠地笑了起来 看着叶辰死心守护夏若雪的模样 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只想立即杀掉叶辰 叶辰 夏若雪看到叶辰受伤 脸盲站了起来 护在了叶辰身前 死死地护住 他周身的轮回星宴 不知为何 竟然聚集到了叶辰的体内 叶辰眸子充斥着惊讶 因为他发现轮回星宴的出现 竟然让他感受到了 绝叶之地一样的气息 这意味着他可以动用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这是他的机会啊 下界罪女 给我死 玄机目光落在夏若雪的身上 哼了一声 紧握剑柄 凌空一箭击出 直斩夏若雪 夏若雪美眸一缩 顿时感到了无匹的剑威 如天雷神法般降落下来 压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 陡然 一道道古老苍凉的阴结 震荡在天地之间 叶辰豁然起身 喉咙张开 吟唱出了无比古老的阴浪 他的身上再度炸起了金光 一层层的金光 化作了八条天龙 显露出无比凶狠 无比狂暴的气势 什么 天龙八神音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不可能 你怎么会掌握这道神通 玄机大惊失色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蕴含着鸿蒙初开的能量 威力不可想象 就算是在上界 这种神通也不弱 放眼诛天万界 鸿蒙古法只有三十三种 可想而知有多么稀少 每一种鸿蒙古法 都能震荡天地 贯穿环宇 他完全没想到 在神国 居然也有人掌握了鸿蒙古法 自从天魔浩劫后 鸿蒙古法全部失传 但现在的夜晨 却掌握了这种 失传了不知多少岁月的神通 这天龙八神音 一失展出来 顿时就贯穿了虚空 深深震撼了玄机的心神 玄机只感到耳膜刺痛 灵魂摇晃 急忙守住心神 往后退了三步 没事吧 夜晨来到夏若雪身边 关切地望着他 没事 夏若雪眼眸坚定 哪怕刚才被玄机的威压冲击 也没有表露一丝难受 若雪 快点炼化轮回星宴 这里有我 夜晨颇为安心地说道 当此关头 只有夏若雪成功炼化轮回星宴 两人联手合击 才有逃出升天的可能 至于击败玄机 夜晨并没有这么狂妄 毕竟后者是超级高手 就算他和夏若雪全胜时期联手 也几乎不可能战胜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先活着离开 夏若雪点点头 咬紧牙关 继续炼化轮回星宴 痴心妄想 都给我死 玄机冷哼一声 他自然知道了两人的计划 他可不会坐视不管 当即舞动巨剑 悍然暴战而来 夜晨唯一让他忌惮的 就是那天龙八神音 那可是堂堂鸿蒙古法 就算他是天神 都要震撼 幸好 要施展鸿蒙古法 需要耗费非常巨大的力气 此刻的夜晨 显然没有了再次施展的能力 夜晨咬了咬牙 看着持剑飞斩而来的玄机 却是悍然挥剑杀猪 灵消武艺 雷荒霸星剑 夜晨一声爆喝 体内灵力震荡 将煞剑的底蕴威力 疯狂释放出来 顿时 整把剑炸起了滔天煞气 仿佛要湮灭整个宇宙 狂暴的气息 连虚空都扭曲了 雷荒霸星剑的雷霆天威 还有一点点星芒锐气 混合着滚滚煞气 凝聚成一道无匹的剑钢 狂然斩向玄机 好凶悍的煞气 玄机脸色顿变 他还以为夜晨试染了天龙八神音 就已经没有了任何手段 没想到夜晨手中的兵器 也是非常厉害之物 绝对不单单是骨气 关键此剑透着神秘 若是恢复权力 恐怕在上界都是价值非然 一剑杀出 滚滚煞气惊天 令人动容 可惜 你我之间境界差距太大 给我不过 短暂的震惊后 玄机便是恢复了 冷傲森然的模样 如果夜晨也是天神镜 依靠这把煞剑的天威 足以一剑将它挫骨扬灰 但很可惜 现在夜晨的实力 只是斩握静九层天而已 就算主宰了天威煞气 在巨大的结界差距面前 也不可能撼动它 玄机持剑狂斩 只一剑就轰碎了夜晨的煞气威烟 一剑将它击飞 夜晨 夏若雪想要静心炼化轮回星宴 但心里牵挂着夜晨 压根不能镇定心神 夜晨 你先离开 不用管我 夏若雪是彻底绝望了 拳击实在太强大了 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 她现在只想夜晨快点离开 她承受死局 傻丫头 我怎么会丢下你呢 夜晨微笑着开口 嘴角躺着鲜血 却没有丝毫退缩偷生的意思 今日之局 唯死而已 能和自己知爱的女人共死 也不算辜负此生 夜晨拄着剑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目光依然坚定 冷冷注视着玄机 这家伙 真是冥顽不灵啊 玄机咬了咬牙 内心深深地恨意 夜晨越是疼爱夏若雪 她就越是厌恶 仿佛自己最尊敬的女皇 居然被人背叛了 这让她非常的愤怒 痛恨